今天的故事要从海鲜市场开始说起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频道最近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但凡遇到散热有限制 不能用发热和功耗太高的装机案例之时 就会为大家推荐126KF 甚至之前我还断言过 126KF就是一三神教的接班人 直到后来我才发现 当时给大家装机的那颗126KF SP分数只有区区55分 简直连及格线都还没有到 就是他妈大累 那么关于华硕主板的SP分 这个确实很管用 但必须得是Strix机以上的C芯片组主板才能显示 直到55分后的我并没有气馁 而是果断在海鲜市场多花了大概10% 买了一颗82分的Dial 还别说分不起我 换了Tial之后果然立马翻身做主人 但我们今天要聊的并不是他 而是直到又最近 又在海鲜市场 又撞到了一颗87分的大条 1100元果断拿下 我差的是这1100元吗 那么相比千元不到的全新散片 这多花的100多块钱到底是否值得呢 好戏正式上演了 首先一体水冷散热的极限超频有两种玩法 第一是全大核5.4G CPU电压为1.3V 这个频率下R23轻松破2万大关 但实测的整机功耗 注意这是实测的整机功耗 而不是软件显示的功耗 达到了惊人的350W 其次是大核Offset 7 一听到Offset大家第一反应 这不是电压吗 还真不是 这是基于英特尔基础频率之上的频率Offset 好处就是可以让频率高的那几个核心超得更高 因此这样设置后 大核最高可以跑到5.6G 跑分实测和统一5.4G区别不太大 单线整一定会微微更强一些 而整机功耗降低至323W 怎么说呢 这超频玩的始终让我觉得不够精致 就是超是超了 但性能提升的程度 与功耗和发热的涨幅完全不成真比 接着就是一段漫长的调教过程 精调的思路就是找到性能和功耗发热的甜蜜点 同时在将此前出炭上线时 没有能够一并提升的小核以及ray的频率一起带上 最后经过反复的测试 终于全大核5.2G 全小核4.2G Rain为5G CPU电压1.15V SA电压1.2V 其他通通out不做改动 即不改防掉压等级 不关闭超线程和小核 最后的最后 XMP7200的高频内存条 直接一键XMP模式 再按照这套设置分别烤机一个小时 和内存单独压力测试 全部顺利通过 那么这样的设置得分又将如何呢 R23依旧破2万大关 功耗从之前的350W降低至了258W 可能有人要问 那么这比全默认高多少呢 我们也测了 全默认为218W 因此仅仅高了40W而已 这就是我们想要追求的超频甜蜜点 相比一味的只在乎极限 只关心跑分高低 在我看来 其实这才是符合日常使用的超频思路 喔 黏便订 香港用數奇幅的胸其中心 我想看看 staff 骑身杌的 Equip 好的端机视频 开拓大家的视野 玩了好久的126KF之后 我开始问我自己 为什么是16KF 为什么又非要为了这点性能提升 去反复尝试超频 也许这就是我们老PCDIY玩家们 心中的那个执念 那个当初新硬件买回来 必须经过一番精心调教 寻找到CPU的最佳状态 整机散热的最佳状态 相比之下没有调教过的PC 犹如电商整机 拼拼装装没有灵魂 大概就是这种差异 促使我们依然对PTDIY 保有追求和乐情吧 PS至少要留KF的功耗 和发乐起点够低 才能让我们有超频的发挥空间 换成其他 算了不说钢就已经是万幸了 之中的内容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周一聊时间早上9点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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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